Hello 大家好,很久沒玩過Minecraft 你看到這個開場畫面 很多我未見過的東西 這個應該就是地獄的新環境 很多新的方法或道具都新增了 所以我也想回來玩一下 而且我也隔很多代沒玩 算不算隔很多代呢? 也可能玩一會就沒玩了 希望這次我玩久一點 對了,照舊重新開始 難度當然是困難 我的新手難度就是困難 之後...它已經新增了很多東西 總可以作弊一點就不搞了 資料包就沒什麼特別了 用回原本的一個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這些就可以令你... 更加多的設定 死亡後保留物品這些都不錯 但是這次我們就不搞這些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遊戲規則想我選擇 我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等下下次先 獎勵箱這些不用啦 世界類型巨大化世界 單一生態 凍月 浮空島 不錯啊 不過這些都是遲些先啦 想到這些都挺有趣的 好,但是我們就重新來過了 這個是1.16.1世界 OK 立即可以開始了 好,我出生在這裡 OK 好,一來在森林上 我先搞一點東西 通常一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很遮瑕 OK 當然Minecraft第一件事當然要做的就是... 瓣木 瘋狂瓣木 好,而且這裡是出生點 所以我都想把這裡變成一個標記 一個標記 OK 先做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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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記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出生的地方 接著我先去掘石 因為我習慣了 我習慣了一來就會做標記 然後馬上去掘石 看起來不錯 對了,現在有新的蜜蜂 會不會打得很害怕 應該是不會的 對了 有這個蜜蜂的... 新的蜜蜂 我也不知道怎樣 蜜蜂動物 OK 昆蟲,甲蟲類 OK 好像是說可以令你的作物 更快成長 據我的了解 因為我也有看過人家玩蜜蜂 或者有時看到一些YouTube上的影片 說新生作新的蜜蜂 這個蜜種有什麼用 會不會有害 我也看過 據我所知就是 可以令你的作物更快成長 遲些有機會也想玩一下 有穿裝 這麼近有穿裝 Oh no 這麼快有穿裝 非常好 可以掠奪他的東西 我們立即去掠奪他的東西 先弄個石斧頭 這裡就... 不斷地弄個... 標記 好啦,現在掠得差不多 過一過村莊看看有豬 這裡有豬 村莊我打算包圍著他 然後再在村莊裡面建屋 還是在外面建屋呢 這個都... 研究當中... 哇,已經有煤了 這麼好呢? 木稿有沒有掠到木稿? 好像有,可以了... 不錯 木稿是可以掠到煤的 直接升級我們的道具吧 好,掠完啦 直接去探討一下這個... 探索一下這個村莊究竟是什麼樣子 還有一些馬房的...一些... 屋子,馬房設計 這個呢? 這個門擠了稻草 進到這個邊位 神職人員新秀 哇,腐育換綠寶石 哇,這個很棒啊 OK 這個不錯 不錯 哇,很大間啊 這個村莊的規模很大 所以如果我要弄... 哇,還有鐵巨人啊 哇,對呀 這個村莊很漂亮啊 這個村莊很不錯啊 這個村莊很大啊 OK,我們今天有任務了 我們的任務就是 要將它所有村莊範圍的地方 都... 找些木啊 或者找些... 找些木先啊 找些木起好 圍住一個圍欄先 先讓它們沒那麼容易死 因為如果暴露在這個... 暴露在這個戶外 如果我有沒有任何圍牆的話 這些村民一定死硬 沒有我的關照 它們早就軟蛋尿了 到時候肯定 所以我就一定要找些圍牆圍一圍 不斷地圍一圍 現在有多少 64...64... 好像不是太夠 先看看吧 其實它這裡也很麻煩 這裡的地形呢 不是那麼容易去... 整個圍牆 現在呢 天色已變暗了 已經到夜晚了 但是我還沒蓋好... 還沒蓋好圍牆 還沒蓋好啊 還有我現在這裡算是一個簡單初步的防衛 你看到只有一格 因為我蓋不到材料 所以我只蓋了高一格 薑屍就... 暫時不能進來吧 因為要做這個木的時候太多材料 它的範圍太大 很難地地區 所以就有點麻煩 這裡 OK 唯有這樣砌過去吧 這裡 這裡就這樣 OK 這樣 這樣 這些都可以拆走它 不過其實有個鐵鋸在這裡也沒那麼害怕 有鐵鋸在這裡也好一點點 差不多不夠木了 差不多好盡了 那些木要 已經進來了 你點進來 點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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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下很痛 神經病 鐵鋸,你怎麼做的 我們要進去侵 大哥 你還要... 你在這裡 我們要進去侵 師傅 嘩 金...金甲 嘩 就死了 神經病 走 走 走啊 嘩 差點死 神經病 等一下 立即睡覺 昨天拿了一條 嘩 起床 麻煩你 起床 那位是我的 你今天在外面睡吧 這裡沒你的事 我被他... 成功霸佔了他的床 幫你 幫你把這個天... 幫你由這個夜晚變成朝早 多謝我啦 最緊要 好,等一下 現在的殭屍正常就... 很輕易進來 還想說進不來 怎知道這個門口已經出賣了 OK 這個位置他跳上來 所以我們挖走一格 還有這裡... 這裡也是 這裡可以進來嗎 這裡暫時不能進來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住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住 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都進不來 這裡就穿了洞 這裡穿了洞 這裡穿了洞 這裡先起一起 最主要就是圍了整個牆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他在這裡玩滿 神經病啊 我有東西吃啊 我先拿走它 我先拿走 我先拿走那些東西吃 我的就是你的 不是 這個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都是我的 OK 這裡有個鐘 這些鐘是用來... 叫村民回家用的 這裡也是這樣建 暫時這個村莊都很多東西要收拾 整個地面都是這樣,雜草 這裡又多了一塊 這裡就好像村莊的道路 但不知為何總是不齊整 你看看這裡 為什麼會弄得這麼噁心? 誰起的? 很噁心,你上一手是誰的? 弄得很醜,怎麼搞的? 這些東西亂放 這些重要的村民 這些村莊資源就這樣放在這些路上 一看到就馬上氣死 這些都拆走了 當然是找一些安全的地方放置他們 這個位置預計是上樓梯 這些位置就絕對不會是這些道路的樣子 立即拆掉 現在是一個整地工程 這塊也拆走了 那些花也拿走了 這裡又真的是... 這裡也有時間弄的 先鋪平這裡,村莊的位置 鐵鋸在外面 為什麼你又在外面? 你在外面... 立即找到一個漏洞 不怪之得 原來在這裡可以出隊 先推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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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不去 要開個位給他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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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又鎖回 搞定 OK 繼續我的工作 繼續鋪地下 等一下 為什麼你又跳了出去 你究竟怎樣出去 喂 唉 那些村民養子你跳到... 唉 我沒想到村民居然這麼 face會跳出去 真厲害 推翻石巨人 鐵巨人進去 所以我們都要建一個圍欄,圍住村民 圍住敵人之後還要圍住村民 你不要再走啊,可以嗎? 停在這裡啊 停啊 你吃屎啊 你經常跳過去幹什麼? 我都不是預料你跳過去 是要打才行的,這些村民 不打是不行的 先看看 這裡 這裡我們搏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這裡可以連接 連回這條路 然後這裡 變回正常泥土 這裡就變了一條路 搞定 這條路真厲害 原來有很多村民 這個是什麼農民? 先看看 馬令樹羅伯活六 這條路都很簡單 這個都是附育 這些沒有職業的 你們找一份工 找一份工可以嗎? 轉一職可以嗎? 整條村只有兩個職業? 有沒有搞錯啊 這群村民 這群村民 持續不到發展 這群村民 OK 好 這些多了出來的 就挖走了 這些也是 快點 誰建這個村莊的地 立即跟我出來 肯定沒有人出來 整群沒有職業的 整群沒有職業的在這裡建東西 立即交給我這個建築大師 去搞搞 跟進 一看到這些地 建築大師就立即肚圈 不忍外 建築大師 藝術 藝術家脾氣 建築自己的工具 藝術家脾氣 先看看 這動物 完全橙處也可以 可以了,他們那麼醜,全部剷除 差不多有天黑了,差不多有時候睡覺 待會那些殭屍出門會咬死我的村民 好,等等 這班人都睡覺 有位,簡直是為我而設計的座位 特地為我劃分這個位置 非常好 可以考慮周到 很喜歡這裡的服務 看看,這裡 這裡我打算全部連了一塊地板 這裡沒問題 這裡就剪掉 這裡剪掉 這個位置很多層 OK 火把好像弄不到 好,就可以了 嘩,現在非常漂亮 比剛才100倍 這裡 這個地板已經 已經是一個高水準的地板 超高水準地板 嘩,這是什麼 又一塊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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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這塊地真的 真的 是 這塊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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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看 嘩,這裡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好,這裡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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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特別漂亮 哈哈 這個位置做得特別漂亮 感覺上 你看 這個 圍牆就不看了 大部分 現在就叫做整理一點點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延伸過去 好 搞定 我剛剛掛錯了 應該是這幾格 1 2 3 然後延伸過去 這裡 OK 這個位置就是... 好 搞定 這個位置就是隨便插些花在這裡 哈哈 好,然後等它慢慢回復這些正常草地 就可以繼續整塊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 等這兩格 OK 好了,這裡就斷了 所以我們就要弄一弄 這個也非常簡單 又是 這裡 這裡 這裡駁過來 這裡就可以了 很簡單 這裡又可以橙走 好,然後這裡 這裡就新三條出去 弄一個橙 弄兩個橙 好,這裡 好,這裡 然後這裡我駁過去 好 好 瞬間搞定 好 這裡補多層 OK 非常漂亮 這個村莊 馬上去搶回我床 有人在晚上或在暴風雨中入水 這樣也不夠晚上 天都黑了 天而黑 還不可以嗎? 那為什麼你可以睡 不要睡 夠膽睡覺 還沒死過 這麼聰明 會床睡嗎? OK 你們房子都很噁心 是不是時候要幫村民裝修 裝修一下你家 這家很噁心 好,這裡骨 哎,頂骨錯了 好 雜草就全部剷掉了 在某一些地方 先拿雜草來做裝飾 這樣整個村莊都是雜草 就不太漂亮 OK 先看看 這裡就可以搶進去 這裡可以搶進去 這裡可以搶進去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 哎 不想弄錯 這個位置剷除 然後就阻礙這些來做一個 做一個 再靚仔一點的道路 再靚仔一點的道路 這樣 先看看 但不是 這樣都一般 是不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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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就要爆出去了 這個位置都可以剷一些 剷一些都可以 不如整塊起就算了 好,暫時弄了這個地步 暫時這個村莊都弄了幾多 因為都弄了圍牆,弄了地 弄了漂亮一點 基本上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暫時不會有什麼大危險 等下一集回來再去掘一下礦 可能要掘一下礦,弄些裝 之後再慢慢建一間自己的屋 OK,今集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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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